面对任何事情都不应该从负面思考 如果只看负面 越想 心量越小 释迦牟尼佛经过三大阿僧奇节的修正 历经种种苦难 方能传道 初世法如此 世间法也是如此 以佛法而言 吃苦就能疗苦 疗苦就能有福报 我们有肉身 我们不管怎么样 我身体 口里 我们的心里所想的 我们能够想好的 做好的 说好的 我们就有这一世的善报 就善因 我们有重的善因 所以我们更加要珍惜 那我们不要说 一碰到一点事情 有的人心灰意人 算了 算了 那有的人还要去自杀 有的人就寻短见 那这个真的就是非常的 就是太过 就是被我们现前的一件事情 把我们的生命 就这样子牺牲掉 太可惜了 所以我们都要劝自己说 我碰到这一件不好的事情 我怎么样忍耐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金刚星说 你能够悟到这一切诸法皆空 那这个是最大的供养 儿身法忍 儿身法忍 他就说 这个空本身呢 也就是说 一切是因缘法 那好不好 我们怎么样把它忍受下来 不好的我们承受 好的我们生个欢喜心 那生命还是要继续的 我们这一生 如果自己这样子了结了以后 我们下一生 我们还是要去承受这个苦啊 所以我们的生命是要自己去承担 自己去把它成就 不要残害我们自己的生命 要很珍惜我们这个生命 这个就是佛陀希望我们能够知道 佛法的道理啊 就是能够更珍惜我们的生命 佛法告诉我们 人有过去 现在 未来 生命是五重进港 所以任何事情不要从负面去思考 如果只看负面 越想 心浪越小 越是钻牛脚尖 最后只能走进死胡同里 十方新闻记车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